台東跟國立台灣蘇財文化 普普館是合作修建 六公慶的這個古早公園 在今年冠軍 但是民眾所學術 說這個古早公園沒有古早 官府就公調說 其實古早在普普館的公園裡面 主要是團連空落車頭 還有東地社區 還有這個蘇財文 不忘記憶這個觀光證條 台東官的古早公園 在國立台灣蘇財文化 普普館跟台地空落車站 大陣公園出現了 面積有六公慶 今年完工 但是普通是人沒坐 有病人說 古早公園沒有大車頭 只有孤孤三家跟蘇財文化有關 其他都是一般有落頂所的歇歇 真的有鋸實嗎 沒有 看不出來 而且很像在保養的方面 沒有做到撤體 小孩子去的時候都給紅螞蟻 給黑蚊子咬 台東官政府說 其實有一個大車頭在蘇財 普普館的公園裡面 在公園裡面有古早文化 可以參觀 因為這項機會包括 政見普普館後面的公園 又有人鑽電空落火車站 和有客坐火車來蘇財 普普館可以走過大棟公園 立地 另外富君有幸福國體 小股民眾可以來這裡活動 考量不不宜把那些巨石 把紡織品放在公園內 那其實我們的時間館的花園 也是有真正的巨石 還有我們愛像那一類的石頭 特朗官古早公園的設計 有參加今年內進步班的 立法律師 在京成效 媒體台上票選 提到第二官票的領期 官府表示 會在既選團 加強威嚇 和古早公園 可以發揮 最大的幸福 記者綜合普渡